同學們尖叫嗨翻了 身高208公分 幫助金塊隊拿下第一座總冠軍的 25歲NBA丹佛金塊隊球員小波特 與同學們一一擊掌 透過一些非常要好的友人 了解到他第一次要到亞洲來 那所以我就邀請說 如果Michael他的first trip要到Asia 那一定要來一趟基隆 因為我們基隆是亞洲最有愛的城市 或者我們努力成為亞洲最有愛的城市 所以一定要邀請他過來 市長謝國良和小波特進行對談 除了歡迎他來到基隆之外 也特別請小波特分享 如何走過三次受傷的籃球生涯低潮期 來勉勵現場的同學 我們都知道Michael他曾經受過三次傷 但是他後來也都成功的回來了 恢復了而且更拿到了冠軍的一個頭銜 那我們想聊聊他的信仰 因為我們據Michael自己的說法 信仰在他這個人生的過程中 在他打球的過程中 給他帶來很大的幫助 我們想聽聽Michael就是 這個信仰在這個過程中 對你的幫助到底是怎麼樣子 可不可以跟大家來分享一下 他說其實人的生命裡面 你一定會有高點 然後也會有黑暗的時期 會有比較低潮的時期 像他之前被受了三次傷期 他是沒有辦法上場的 那同學們玩籃球也知道 就當你受傷之後 你看到其他同學就是不斷的前進 其實那個心情是很低潮的 但是他說對他而言 他會繼續想一想 這個低潮的出現 是不是讓他訓練成一個更強大的人 他會好好的去看 我在低潮時候的狀態 那我要怎麼樣透過這樣子的一個磨練 變成一個更強大的人 那當然他會有他自己 每個人都會有自己的一個 你心裡會有一些力量 例如你的父母或你的朋友 他們是你的力量 會支持你過這樣子的一個黑暗時期 能近距離看到NBA明星球員超難得 同學們都拿出手機拍照 趕緊記錄下這一刻 也把握問答時間跟小波特交流 他從三歲就開始打籃球了 然後他每天都會練習兩到三次 如果你想要變成一個非常好的籃球員 你必須犧牲很多你自己娛樂的時間 或其他你休閒的時間 那這是你剛剛提到的 他為籃球付出都好努力 NBA球員小波特也親自下場 指導來自安樂高中 名傳國中 五輪國中 建德國中的球員 認真又謙卑的態度 讓市長相當讚賞 今天看Michael Porter Jr.來到基隆 這也是他第一次的亞洲行 那他今年也代表 Denver Nugget拿到了冠軍隊伍 所以讓他來看得很開心 教孩子們也給他 給孩子們更多的一個訓練 跟一個學習 但最主要是他的堅持跟不放棄 因為他過去曾經受傷過三次 大家都以為他回不來 但他還是回來努力 然後他也說信仰對他來說很重要 他也因此能夠再恢復 然後打得更好 拿到了冠軍界 今年能夠拿到NBA的冠軍 他的這個參與是功不可沒 所以很高興能夠邀請他到基隆來 教導這些孩子打更好的籃球 對 而且你剛剛在旁邊 看到他那種態度跟氣質 對 我覺得他很謙和 然後很誠懇 然後現在教孩子也很仔細 那他剛剛也在問說 我要怎麼教 就是他都可以 可以配合 所以我覺得他 對對對 所以我覺得他是很 很棒的一個球員 最主要是我覺得他很努力 而且很謙卑 我覺得這個精神非常重要 因為很多人打得很 可能就會很 很 就是這樣 可是他不會 可以感覺出來他是一個 很努力 但是很上進 很謙虛的年輕人 市長謝國良強調 他會努力讓基隆的教育國際化 運動賽事國際化 將持續引進更多 好的教育資源來到基隆 讓基隆的教育變得更好 記者黃日生 陳淑萍 基隆 基隆報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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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